各位朋友,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王志安 举斗法轮功枪挑民进党的战报时间了 最新的战况是独轮运方派出了 以嗓音浑厚似公压的吴建民 拍马上前要决战王志安 而且吴建民揭开了王志安的一个隐秘 王志安现在好像是病重高烧 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击 我们先看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那么王志安掀起的是一场独轮运阵营的激进派 和正常派之间的这场战斗 大家都明白 现在除王志安而后快的都是一些激进的独轮运 是吧 你包括你看很有代表性 他就说王志安很不简单 他调用了那么多中共资源发起统一的集体攻击 目前我的油管账户、银行账号、推特账号、邮件账号 国内的社会关系都受到了攻击与威胁 这些攻击与威胁都是在我揭露王志安以后突然爆发的 那位说王志安有这么大能量呢 那么这个账号是个干嘛的呀 这个账号你看看他放的这些视频 你就知道他是个干嘛的了 这是在哪儿啊 这是在中国大使馆的官邸外边 拿着高音喇叭 他和这个马永田是谁 也是一老上访户 天天都是这种风格的 你就知道了 这是激进的独轮运 为了自己能够获得一个正臂的资格 你看你能想象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墙外头有人拿着这个高音喇叭 我给他喊嘛 第一时间就被武警给扑倒在地上了 所以这个大使馆的外交这个领域 不应该是对等的吗 中国太客气了 说实在的 自从我揭露王志安是中共海外宣传走狗 以后每天都会出现几百个账号 攻击 拉黑一批又一批 甚至 这个什么合成我的照片 连国内的公安也找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 进行威胁 4年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攻击 威胁我的世界了 也许这次真的是触及到中共的神经了 说王志安哪有这么大力量 来攻击我的都是僵尸账户 都是2023年11月注册的 来骂我的这些人 看了没有 那个王志安有100多万粉丝 去年王志安爆火 那个时候 关注王志安注册个推特 那新鲜吗 是吧 好吧 说这个王志安哪 这个这些人哪都是中共的账号 花了血本啊 我已经把这些账号截图和留言了 这些账号的截图我都会作为证据一并交给日本政府 为王志安申请日本永驻 天砖加码 哎呦他要到日本政府去告王志安了 这个王志安对中共来说太重要了 这次对我的攻击和威胁是最严重的 五年前我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行车抗议五个月 还参加了所有的中美贸易现场谈判的抗议 和围绕刘鹤居住的酒店行车抗议 那次中共也威胁过我 不过这次的威胁力度要远超上一次 看来中共花重金打造的宣传爪牙王志安必须得铲除 而且我还要警告邪恶的中共政权 如果你们再对我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与威胁 我将再次奔赴华盛顿中国大使馆 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打击阶段 我再警告邪恶的中共政权 我在全球各类媒体上的揭露行动不会停止 我还与美国FBN合作 继续抓捕你们的各类间谍与特务 看到了吗 跟王志安打死打活的 你都知道了吧 都是这些极端的独轮运的脑残 精神不正常的这些被迫害冒想狂 所以为什么王志安越来越受到了很多人的这种追捧呢 那就是因为这帮偏执的独轮运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都是一些精神病 明白了吗 大家 那么独轮运这一方呢 眼看自己的战局是越来的越拉胯 于是派出了大将攻押吴建民 吴建民出面 在这个自由轮次电台上 是这么说的啊 我们先稍微听一听啊 北美的油管网自媒体 官选团的领队吴建民先生 给大家进行详细介绍 吴建民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呢 北美的自媒体 油管自媒体 海外观选团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 这个活动的举办者邀请方是台湾的一个民间组织是吧 是的 是台湾的一个民间组织叫姓民协会 董事长叫黄青龙 这个姓民协会 这个全称就是台北市姓民两岸研究协会是吧 是的 他是这个以研究两岸国际议题为宗旨的一个民间组织 那他的负责人是知识媒体人黄青龙 前中国时报的发行人望报的社长 那么这个组织 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海外的自媒体人来官选呢 这个事情呢 可能要回溯就一年前了 因为呢 大部分人啊 对自媒体呢 除了年轻人啊 经常喜欢上网的人啊 大部分不上网的 尤其一些职务比较高的 年龄比较大的人 不了解什么叫自媒体的 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媒体的 现在在整个公众平台 在社会网络上起到的巨大作用的 那么所以呢 台湾呢 有了解自媒体起着巨大舆论传播作用的一些 有识之士 主要呢 就是台湾正大的李教授 他本人呢 因为经常接受我跟李平 我们之间的采访 他就非常了解我 了解李平 了解我们自媒体的发展 他对自媒体在整个社交媒体上的传播作用呢 他是非常看中 也非常的有深入研究的 您说的这位正大李教授 他也是这个邀请方姓民协会的成员之一 对吧 对 他姓民协会的理事嘛 他的全名叫李友谭 是台湾政治大学的教授 所以作为姓民协会的理事 他就跟董事长两人都有这个愿望 希望呢 就是推进了自媒体呢 能在台湾这个大选中呢 自媒体呢 能展示他们这个报道及时 然后呢 这个流量火爆 希望呢 能形成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姓民协会的黄董事长 和正大的李教授呢 就委托我作为领队呢 去招募北美的这个油管 网红大V 那么把这些人呢 集中起来到台湾呢 去参加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 和立法院的选举 让整个自媒体 网红大V参与以后呢 能够使台湾这次的大选的报道呢 形成一个火爆 及时透明的 这么一个呢 轰动的效应 那么这个邀请方 台北市姓民两岸研究协会 我看了一下他们网站的这个说明 他们的这个宗旨是说 这个两岸问题是 关系到台湾未来的大课题 多年来呢 因为蓝绿对抗啊 造成严重的内耗 面对大陆的促统压力 台湾需要建立内部共识 以更务实的态度 更宏观的视野 在坚持民主体制的前提下 面对两岸未来的挑战 那么这个台北市姓民两岸研究协会 他有没有他的这个 党派的倾向呢 就是说 有没有说他支持哪一方 从来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他们有什么党派倾向 因为我们在组团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明确要求 所以这个吴建民也是瞪着眼的 胡说了 胡咧咧了 是吧 大伙你看得出来 这个轮媒官选团 谁接待的呀 那不是民进党的 游锡坤出来接待的吗 那钱谁出的呀 那不就是民进党的 曹兴成出的钱吗 这还用说吗 哦 原来吴建民组织的 这个独轮运的 所谓的大维团 吴建民负责挑选 那吴建民挑选的这里边 怎么大半壁江山都是轮子呀 对吧 你像那么罗尔威啊 什么这个文昭啊 什么这张千亮啊 全是轮子吗 对吧 所以吴建民 那是不是也是二轮子呢 那肯定是吗 这还用说吗 对吧 但是呢 吴建民啊 出来之后呢 对王志安又发表了进攻 说 我本来不想讲 现在呢 王志安变本加厉 对海外赴台官选团 从主办方到所有的成员 不断的发起网报 我就只能给公众透露一点内幕了啊 这个台湾油管网红大V 官选团去年组团的过程中 王志安文德信息 我是组团负责人 就托人找到我 希望他能加入 我一口拒绝 他十分不快 让人追问我 凭什么他不能参加 是V不够大 还是粉比你们少 我就回答一句 粉够多 V够大 但人品太差 对了 这个那位说了 这个吴建民 为啥不代价王志安呢 吴建民 刚才我不说了吗 吴建民是一个 一个极端的独轮运的代表啊 动不动就什么 那个 叫什么 櫻花革命啊 莫莉花 动不动就莫莉花革命啊 是是茶叶吧 反正反正什么花吧 反正就这么回事吧 是吧 他是个极端的独轮运啊 然后呢 他就觉得呀 像王志安那样的啊 就是你反共不彻底啊 不脑残 那就是彻底不反共 极端的独轮运 看不上正常的独轮运 你知道吧 所以说啊 人品不好 王志安 王志安不死心 专程在大选前两个月 自己去台湾 找到官选团的主办方 信民协会的理事长 青龙兄请他吃饭 提出要加入官选团 他的目的当然没有达成 为什么呢 因为 人家公鸦吴负责组队啊 你也不能越过公鸦吴 说我非得请王志安呢 他又把王志安给 怕死了 是吧 嗯 然后呢 幸幸然的王志安于是选择在台湾大选期间 再次来到台湾 死皮赖脸呢 还给黄理事长打电话要加入 被青龙兄言辞拒绝以后 接下来他表演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啊 不是葡萄不好吃 而这狐狸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啊 感情 王志安呢 这是有气 加入不了啊这个轮子团啊 王志安就搅局啊 是吧啊 原来揭秘了王志安的这种隐秘啊 是吧 王志安的铁粉也这样说啊 这个是这样啊 我曾经说啊 我说啊 王志安的粉啊 基本上都是独路运 还有人不服气 来说 你怎么能说王志安的粉都是反贼呢 我说王志安的粉应该是指铁粉 明白吗 说看王志安的热闹的吃瓜的群众 这不叫王志安的铁粉 我还订了王志安的这个账号呢 因为我要看热闹吃瓜嘛 对吧 所以这些不算 扪心自问 那些王志安的铁粉 无论是大陆的还是海外的 你们是不是独路运 让你们自己说 是吧 好吧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王志安的举粉是这样说的 如果这是真的 我不得不说两句公道话了 这是去年的事了 王志安也没招你 也没惹你 只是希望加入你用居高临下的姿态 回头就一句人品太差 我实在看不懂 你拒绝就是了 何必羞辱人家呢 你可以说他气度太小 但很明显是你先挑起的战火 惹到他后续批评法轮功 法轮功声誉 受到打击 这又何必呢 然后呢 这个吴建民就说了 你这是神逻辑啊 他不能参加官员团攻击法轮功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代表法轮功吗 哎 你看了没有啊 这个所以公鸦无这纯粹啊 是瞪眼胡说啊 是吧 你也不让毛泽安加入 这你自己说的吧 对吧 然后攻击法轮功 你不代表法轮功 你代表谁呀 你不是二轮子 你是干嘛的呀 啊 这不受法轮功换养的吧 最起码是 是不是 所以揭秘了王志安的隐私 王志安病重啊 现在病重了啊 王志安自己说发烧了 然后呢 王志安这个他自己的账号又调侃他啊 王局拍案调侃 你说自己作的呀 你再执迷不悟 李蒲克给你发功 可就不是37度了啊 感情 李蒲克一发功啊 王志安73度了 王志安开了 是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一集再聊